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李克強上海心臟病猝死 四大疑點餘潤炸鍋 中國人權律師李玉涵二審被判六年半 美國和澳大利亞聯合打造太平洋島國海底電纜 傳谷歌相助 高雄國際食品展海內外逾500攤位拼商機 新聞開始 先來關心 68歲的中共前總理李克強在上海因心臟病去世 不過中國網友議論大量疑點 質疑死因並不單純 包括李克強8月游敦煌時氣色仍好 心臟病死因牽強 中共媒體罕見迅速發喪 以及李克強猝死前為什麼去上海休息 接下來 外界關注李克強後事 若在北京辦理 習近平會率領哪些高官前往 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 27日上午央視招問天下網易門戶網站等中共官媒刊登快訊 稱前中共總理李克強近日在上海休息 10月26日因突發心臟病 經全力搶救無效 於10月27日0點10分在上海試試 不過網路輿論大量質疑李克強的死因不單純 今年8月底李克強才現身甘肅敦煌莫高窟 當時氣色不差還有揮手與圍觀民眾互動 網友遲疑從來沒有聽說過李克強有心臟病 以中共官員的最高醫療保健 今年才68歲的李克強不至於搶救無效 專業心臟影像背景的醫師蔡依成分析 這10年心臟電腦斷層的普及 很容易知道冠狀動脈有沒有狹窄都能提前治療 在這種級別的國家領導人造成猝死是很不容易的 對比96歲事實的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插管治療 死訊傳了10年後官方才發布消息 而李克強的死訊8小時後 中共官媒就集體發布 另外輿論也討論李克強死前 為什麼要去上海休息 這被認為是上海幫的地盤 接下來外界關注李克強後事 若在北京辦理需要把遺體運回北京 在機場應該會有一個儀式 習近平是否會出席並率領哪些高官前往 也受到關注 新唐亞太電視陳輝魔唐吉安 整理報導 李克強擔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兩任共10年 今年3月退休 曾一度被視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 他曾說過 6億中國人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幣 但後來他的經濟路線遭習近平架空 生前最後一段公開談話引發議論 李克強猝死 生前習李矛盾再被議論 2012年11月 習近平與李克強入選中共政治局成委 外界認為形成所謂的習李體制 2013年3月第12屆全國人大 李克強接替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 展開10年的國務院總理生涯 但到了後期 習李兩人經濟路線出現分歧 關係越走越遠 李克強權力遭到架空 有6億人 每個月的收入 也就是1000元 2020年面對疫情時 李克強推出所謂的地攤經濟 更直言中國6億人月收只有1000元 然而地攤經濟卻遭到北京強勢喊咖 讓習李不合之說甚嚣成上 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 習近平的親信大面積上位 而團派被團滅 在閉幕會議上 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議中途被請走 沒有參與最終投票 胡錦濤看起來並不想離開 在短暫的僵持下 被架走之際俯身與習近平短暫而語 最後拍了一下李克強的肩膀才離開 在今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 李強正式接任總理 也代表李克強正式裸退 跟習近平的內鬥敗下陣來 中共兩會期間 李克強做任內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當時影片畫面顯示 李克強發言時不僅額頭冒汗 還出現幾次卡殼情況 並且不斷低頭看稿 也沒照稿讀權 人大開幕會結束後 習近平主動走向李克強 但握手時沒有正眼看李克強 只把手伸過去 臉立即扭向一邊與其他人點頭打招呼 今年兩會前影片顯示 李克強與國務院工作人員最後一次告別時喊話 人在看天在看看來是蒼天有眼啊 這段話也被認為是一有所指 暗酸習近平 星唐野太電視 陳思琦 張可欣綜合報導 繼續關注中國的消息 被超氣積壓6年多的中國人權律師李玉涵 10月25日遭瀋陽法院重判6年6個月 李玉涵不服判決 當庭要求上訴 李玉涵案2021年10月首度庭審單位宣判 25日是第二次庭審 25日早上9點 李玉涵律師案在瀋陽和平區法院開庭 季萊松律師和和委律師參與庭審 李玉涵的弟弟李永生參加了旁聽 法院的周圍都是鐵欄和鑄心筒 我目測也要有幾十位別衣 還有保安 還有警察 路過可以 不可以鑄足 我姐姐是無罪的 是被勾陷 迫害的 大陸律師王女士表示 李玉涵已被羈押6年17天 法官判她6年半刑期 非常可恨 其實就是一個表演 就走這麼一個城市這幾天的時間 然後最後做了一個6年6個月的一個宣判 非常可恨吧 李律師她是無罪的 她不但判得有罪 李律師還要在監獄裡 再待6個月 還要再受6個月的折磨 就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還是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她的這些行為真的要受到千夫所指吧 據美國之音報導 25號來自德國 法國 歐盟 美國 英國等國的人權官員趕到瀋陽 希望旁聽李玉涵案的審理 但他們都不被允許進入 李玉涵身患7種疾病 但當局多次拒絕律師提出的保外就醫要求 李永生透露 姐姐的身體每下愈況 現年74歲的李玉涵 是2020年德法人權法治獎得主 2015年她曾為709案首位被捕律師王宇 擔任代理人 因此成為中共當局打壓的對象 新唐人記者陳潔李珊珊舒燦採訪報導 中共官員貪腐盛行 社會不公 引發各地群體事件頻發 繼雲南高校演習特警鎮壓討薪工人之後 近日 河北一所警校也在演練鎮壓民眾 引發議論 10月24日 網傳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演習視頻顯示 十幾名由學生扮演的抗議者 手持棍棒和塑料水平 攻擊手持盾牌的警察隊列 抗議者拉著要公平 要正義的橫幅 之後扮演警察的學生開始辯證包抄 準備鎮壓抗議者 該視頻引發廣大網友議論 隨後原創朱教官刪除了抖音上的視頻 不少網友在其他視頻下留言提問 視頻呢 教官 我信奉公平和正義 你們會把我抹殺掉嗎 他們也知道經常有這種群體實踐本 讓他們掌握這項技能 會成為一個常態本 好多人同時受到不公的待遇才會有人去生長 一方面是網絡上封殺 沒有正常的訴求的渠道 司法上訪都是維穩的手段 政府把精力都用在維穩和解放上 大陸民眾表示 中共的育民政策和洗腦教育 讓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 警校的學生是非不明 淪為中共手中鎮壓老百姓的工具 大陸民眾還表示 中共官員貪腐盛行 社會不公的現象日益嚴重 群體維權事件越來越多 像工人討薪 爛尾樓業主維權事件層出不窮 但政府不為百姓解決問題 反而解決維權的人 公開數據顯示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位於河北保定市 是中共司法部直屬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警察院校 該學院主要為監獄 戒毒所和法院等單位培養司法警察 新唐人記者雄斌高玉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稱 明年6月實施減税 每人減税4萬日元 中共外長王毅訪美艦布林肯 可能禮拜五在白宮艦總統拜登 歐洲議會報告指出 中資電燃靠近北約基地構成安全漏洞 再來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25日在白宮舉行雙邊會談 會後發表的美澳聯合協議裡提到 美澳將投資6500萬美元 為太平洋島國鋪設海底電纜 美國總統拜登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25日在白宮舉行雙邊會談後發表美澳聯合協議 提到美澳將投資6500萬美元 為太平洋島國鋪設海底電纜 根據路透社報導 電纜鋪設與營運 將由科技巨頭Google來負責 報導指出 Google目前正在打造一條光纖電纜 連接美國 臺灣 菲律賓 美澳的這項投資將讓Google把現有的建設案 拓展到至少8個太平洋島國 新潭記者張元廷 江迪亞綜合報導 10月25日 新書《馬賽克效應》發布會 在加拿大渥太華市中心舉行 多位知名作者 發行商及各界人士到場支持 這本書名為《馬賽克效應》 由前加拿大奇警和軍事情報官員參與合著 書中詳細揭露了中共在過去30年 如何滲透加拿大 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書中披露了中共對加拿大和西方國家發動了混合戰爭 涉及顛覆經濟 干預政治和有組織的跨國犯罪等領域 與會者呼籲認清中共本質 反擊要有力度和有效措施 新唐人電視台 加拿大記者站 採訪報導 前山東副省長 激南市長孫樹濤被逮捕 曾迫害法輪功 歡迎回來 中共官方週三通報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 原副省長孫樹濤 涉嫌受賄一案調查終結 正式批捕 據《明慧網》報導 孫樹濤任職期間 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沒有說明孫樹濤被逮捕的具體原因 孫樹濤長期在山東任職 曾任何哲市副市長 威海市委副書記 書記 市長 山東省副省長 激南市委副書記 市長 去年3月 孫樹濤轉任山東省政協 今年1月任政協副主席 另據《明慧網》報導 孫樹濤在威海和濟南市任職期間 原黑龍江省加姆斯大學講師黃敏 因參與山東省威海市電視插播 被非法判刑20年 遭到非法關押酷刑 2021年又被冤判5年 濟南鋼鐵總廠退休工程師王洪章 慘遭冤雨酷刑 2019年87歲時含冤離世 孫樹濤對此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對孫樹濤任職的山東省何哲市委、威海市委 濟南市委和山東省政府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田圓綜合報導 華人影壇盛會第六十屆金馬獎將在11月25號登場 金馬六十形象影片公布 力邀二十二位影帝影后金馬得主 以及影壇星星齊聚 橫跨不同世代的演員 重現自己經典的電影角色造型 華人影壇盛會第六十屆金馬獎將在11月25號登場 金馬六十形象影片公布 力邀二十二位影帝影后金馬得主 以及影壇星星齊聚 包括陳淑芳、珍愛家、楊貴妹、黃秋生 李康生、張震、桂倫美等人 橫跨不同世代的演員 重現自己經典的電影角色造型 而影片以一起看電影為靈感 重新進入曾經扮演過的經典角色 跨越了時間地域和語言 新唐記者陳韻如 江迪亞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英特爾26日公布今年第四季財測 營收和利潤預期都高於華爾街預估 盤後股價漲超過7% 日媒日經新聞報導 美國將在五年內為其半導體產業 提供520億美元的支援 目標是吸引更多南韓與台灣的投資 以支持其半導體產業而獲得豁免的公司 也希望在中長期內最終與中國脫鉤 曾獲得普利茲新聞獎的前著中記者 歐一文發布文章稱 隨著官員被消失 年輕人躺平 以及企業家撤離等 中國經濟微靡不振的時代來臨 北京正在透過銀行清查 擁有3000萬人民幣 約新台幣1.32億元資產的富豪 要求其交出20%的財富 否則就查稅 路透週五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報導 歐伊藤和日本凱俠取消了合併談判 因為雙方未能就交易條款達成一致 兩家公司原本有望透過這項合併交易 越居全球最大記憶體晶片製造商之一 但如今已破局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伊朗人權活動家馬利·穆罕默德 曾親身經歷過伊朗政權的殘暴 她對在哈馬斯恐怖襲擊以色列事件中 伊朗扮演的角色進行了解析 我們稱他們哈馬斯為伊朗政權的代理組織 我可以說 他們是伊朗境外政權的武器或雇員 他們確實使伊朗政權能夠在其他國家 推進恐怖行動和外交政策 而伊朗政權似乎並沒有直接參與其中 伊朗人權活動家馬利·穆罕默德表示 像哈馬斯這樣的恐怖組織 如果沒有伊朗政權在背後支持 無法存在多年 不僅在最近的重途中 伊朗政權多年來一直在武裝、資助、訓練他們 我可以肯定的說 伊朗在訓練他們 你可以看到很多明顯的跡象 例如 我們可以從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視頻中看到 我們很容易聽到有人用波斯語說 呼叫 呼叫 帶著波斯口音 這意味著伊朗人參與了那次攻擊 馬利說 伊朗在衝突中一貫的策略就是殺害平民 然後發布兒童被殺的照片 博取國際同情 不想進行政治談判 他們只想得到憐憫 不幸的是 加沙有許多平民被殺 他們聲稱以色列襲擊了醫院 但我們還記得 伊斯蘭革命衛隊槍擊烏克蘭克基事件 實際上 這是他們的策略 他們試圖殺害平民 發布被殺兒童的照片 引起其他國家人民的同情 他們不想進行政治談判 他們只想得到憐憫 美國近期因為換球 截動伊朗60億美元資金 幾天後 中東就陷入衝突 哈馬斯襲擊了以色列 馬利認為 這就是向伊朗屈服的後果 我們知道 如果你向伊朗政權付錢 你會看到更多的恐怖行動 甚至在海外其他國家 我們不只考慮自己 但那時很多國家都沉默了 我們沒有重視 現在他們看到了結果 馬利說 伊朗政權外表強大 實際非常脆弱 因為她不得民心 她希望國際社會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反對德黑蘭的保證 其他國家不和伊朗談判 不和它建立任何關係 這將是有助於我們在伊朗 進行革命的一大步 新唐人電視臺 美國華府記者站 採訪報導 高雄國際食品展 海內外約500攤位拼商機 臺灣高雄國際食品展 26日開始 一連四天在高雄展覽館盛大展出 超過500個攤位 280多家國內外企業齊聚 麗拼美食和餐飲器具的商機 友邦史瓦蒂尼也以國家館的形式參展 高雄國際食品展26號登場 超過500個大大小小的攤位 不只國內知名企業 還有來自尼加拉瓜 以及史瓦蒂尼等外國廠商 試吃及參訪的人潮 集滿會場 以前主要做鮮果的外銷 那我們現在有開始做一些 鳳梨的加工產品 慢慢的也需要更多的推廣 這樣的展覽曝光效果都非常 今天食品展就是來介紹高雄最好的農特產品 那總計我們大概去年一整年 我們的產值大概高達630億左右的農魚產品 這次展覽以農魚好及食 以及美味供應鏈作為展覽主軸 現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農魚水產品 餐飲設備 以及飯店用品廠商 一共281家集結展出 目前有出口到國外一個美商的一個通路 那也希望說藉此機會 雖然疫情期間可能景氣不好 但是也藉由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的產品可以走出國門 每一個消費者 都盡量來使用在地的食材的話 第一點 除了可以達到這個減碳的排量以外 也等於在鼓勵我們在地的這些產業 也鼓勵了我們這些農民 食品展讓台灣的消費者不用出國 就可以享用到一國美味 同時也讓國外商家 有機會來接觸台灣的優質食品 把台灣的食品推向國際 星藤野太電視 李娟榮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3年10月27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2101萬4863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6718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獻民旅館